我本來還不相信說 有哪個政治勢力在背後運作要罷免他 我本來覺得都是公民力量啊 結果我看到這基隆市黨部國民黨的主委 我覺得他很奇怪 謝國良應該要好好的找他談一談 謝國良本來他罷免還算相對比較冷 因為要過25% 其實那個門檻沒那麼容易過 對不對你看像我們黃捷就很清楚知道說 25%沒那麼簡單 過來了 國民黨的那個藍營的基隆市黨部主委 給他加油 又來天才火欸 天才火欸 說要遍地瘋火要罷免民進黨議員 為什麼要罷免民進黨議員 他說 因為他們表達很多意見 奇怪了 議員不是要表達意見嗎 不表達意見還算是議員嗎 結果沒有表達意見的這個議長 議長沒有質詢嗎 對 他也要罷免 如果說今天 基隆市的議長議員要推罷免了 誰最害怕 謝國良最怕 是 如果基隆市議長被罷免 我跟你保證 因為整個的罷免整個火起來了嘛 國民黨你再看不起民進黨 好了民進黨那基隆沒有25%的票嗎 一定有啊 全部催出來之後 而且你要小心的 柯文哲還在後面虎視眈眈 對 你不要以為說柯文哲 市長選舉讓給謝國良 他都會挺謝國良到底喔 以柯文哲來看 他看這一局 又要罷免民進黨議員 又罷免國民黨的市長 搞不好就是 白色力量 搞不好他會號召他的小草 通通投同意 把民進黨的議員議長也罷掉 把國民黨的這個市長也罷掉 然後柯文哲就可以去基隆 恩加恩 對不對 可以提名一大堆 自己要小心 因為呢 他現在呢 父輩受敵嘛 對不對 國民黨的主委還在後面弄他 那這樣下去的話 他喔 如果不好好端正自己的行為的話 未來他的市長之路 就算不被罷免 他的施政也很難被信任